昆彭子为何会被镇压在五行山下 小塔又是如何将他救出来的 在最新的预告中 秦武终于陨落 成为十号至尊谷的养料 但同时也将镇压昆彭子的五行山激怒 五行山作为秦族最大的底牌 他始于开天前 诞生于混沌中 孕育有先天大道痕迹 故此强道极尽 而他与小塔也早就相识 只是两人的立场不同 这一次 小塔在十号的请求下 出面斩杀秦武 且小塔态度强硬 没有退走的意思 这让五行山颇为愤怒 只能与小塔较量一番 两人在对碰中 五行山偏移了位置 将他镇压的昆彭子给暴露了出来 这时 小塔才确定了传说的真实性 昆彭子真的是被镇压在五行山下 而昆彭子之所以会被镇压在五行山下 也是上界一些教主有意为之 当年他们合力围剿昆彭 让其身中折仙骤陨落 又担心他的子嗣成长起来会加以报复 所以 他们一不做二不休 便想将昆彭子扼杀在摇篮中 但昆彭子修炼了主刺身之法 只要还有一具身体不死 便可以蜕变归来 几乎很难杀死 所以 他们将昆彭子镇压在五行山下 让时间大到将其磨灭 但他们的计划 却被小塔搅黄了 现出身的不灭生灵 好像快要石化了一般 且全身枯黄 身体骨瘦灵巡 与想象中的盖世强者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小塔直接以混沌剑气 披在不灭生灵身上 想让不灭生灵复苏 而五行山则是急速而至 要再次镇压不灭生灵 不过 却被小塔再次阻拦 不灭生灵慢慢从蛰伏中苏醒过来 显然 不灭生灵之前动用了某种秘法 锁住一身的精气 让它不外泄 用来对抗岁月的侵袭 挡住时间的冲刷 就这样 始终保持着不灭 虽然看上去瘦小 但当它苏醒后 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一对金色的眸子 犹如烈日 让人不敢直视 它直接击穿苍穹 吞纳十方天地本源 小塔为了保证它顺利脱困 一直在出手阻止五行山 两者的战斗也是愈发激烈 而五行山则是抓住机会 再次镇压向不灭生灵 不灭生灵一拳 轰击在五行山上 直接接下了混沌法器的攻击 可想不灭生灵有多强 最终 在小塔的帮助下 显鹏子顺利脱离镇压 虽然后来 显鹏子又遭到不老天尊等人的联手回攻 但却被寻找造化的柳神出手救下 在大劫结束后 显鹏子也返回了上界 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语